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環境最前線 永續台灣最前線這個節目 那麼我是台灣環保聯盟的秘書長 我是董建宏 那我們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我們台灣環保聯盟的副會長 吳坤毅老師 他也是台灣的風險食品的專家 他是在台大任教 那我想從幾年前開始 美牛事件以來 塑化劑以來 到最近的整個的10月的用油事件 我們其實都可以發現到 台灣其實每天都處在一個高度風險 尤其是食品風險的一個社會裡面 那我們不禁就要去問說 那到底有什麼東西是可以吃的 為什麼我們會陷入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風險危機裡面 那這些風險危機 我們又應該要怎麼樣去面對 政府又應該拿出什麼樣的措施 事實上環境議題裡面 食品風險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 可是因為我們每天都在吃 好像我們也都不會特別在乎這件事情 一直到某些事情發生了 我們才會特別再去注意 可是等風頭過了又結束了 所以我們今天要從一個科學的角度 我們來請教吳老師 來從怎麼樣去辨別食品的風險 到我們要怎麼樣去建構一個完善的風險的控制 我們想要請吳老師來跟我們討論 吳老師我們是不是就先針對說 食品的風險它怎麼樣的出現 以及它怎麼樣的計算 因為太多人有不同的看法跟爭論 那是不是請吳老師先跟我們做個說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吳孫努 目前在台灣大學公共衛生行為 這項域和工業衛生研究所採取 個人所採取的科目主要都是 風險平國風險分析 風險管理和交通方面的科 所以在台灣裡面算很方便的科 我可能會加最多 所以對風險的提供和想法 可能後來一些 我們大家來收客和參客 在食品方面 其實食品是我們每一天要吃 所以我們要來放在 或做拼圈食品裡面的貨物 有害的物質 這個有害的物質 因為大家吃的關係 我們來考慮說 要我們來關節 關節到呢 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人吃 每一個人都會沒有問題 就是說沒有病痛的發生 因為這種東西呢 我先來講 食品跟環境污染做成的病痛都一樣 人或死或是中心都找不到風修 你怕不想 所以這個讓我們以後而已 像塑化這個 我們在兩年前台灣發生塑化這個事件的時候 很多人說他就要這麼多塑化這個產品 可能吃這麼多塑化這個 所以他要來要求補償 但是沒有錯 因為這個塑化這個 在我們天然可能 2月3月4月之後 可能就多數都擺出來 所以我們要再找正義 已經會找不到 所以這種東西 在食品安全的 食品有害的物質 尤其是化油品 我們傳統的這個衛生物 例如說細菌 定來引起的重度的時候 但是要找正義會很困難 所以我們做的方針 可以用一方的方針 除了想說 以前做 米康有事件 代曉薪多利聯本的事件 那種的採取正義就是說 代曉薪跟多利聯本 在我們人的體力 可以維持很久 因為我們說的半衰期 像代曉薪平均八到十一年 所以差不多我們每一個人拿來 都有代曉薪 你如果吃比較高的人 或是代曉薪中毒的人 他這東西拿來 可能會對我們整四人 所以這種東西 有正義可以查 但是我們像現在做到的 像塑化節也好 三水清安也好 像是順丁酥酸也好 還是我們現在說的 做不管是銅烈綠素還是棉粉 像棉粉需要更長一點 這些東西 往往我們吃下去 做成我們新康片的時候 我們其實會找不到錢 來要求包裝 在法官的報端裡面 他就很難去報 當然我們說 我買東西有誰有發票 你還要求包裝 發票的錢而已 所以是很不合理 所以這是我們政府 要幫助我們小孩子 來追求包裝 但是過去 由我們政府所作所為來看 其實是比較不及格 都說做了都不及格 讓我們很失望 當然剛才我們主席人 董老師說的 做這個要怎麼去算 算這些風險 因為我們要用以後的方式 來保護我們消費者的健康 要做到如何以後 要控制到什麼程度呢 其實在國際上 都用風險來算 因為用風險 跟以前的流行變效 做法不一樣 用風險的做法就是說 要人有對面 我們看出有吃的人 跟不吃的人相對 有吃的人比較會對面 這樣有人來研究 證明這個東西 對我們人有害 但是我們以風險 風險的關係 的角度來看 就是說 我們希望我們人 不用吃這個 有害物質 吃到中毒 才會做衣服 我們希望在這個東西 我們為科學的正義 或為動物實驗 在中的結果 我們就可以來做賓國 來關節 為死人吃都沒有問題 可以安全來吃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希望說 我們的政府可以好好做 來建立一個透明公開的系統 讓我們消費者有信心 可以安心來吃東西 不然我們現在 我前面 前面的朋友問的問題是說 阿坤 現在有什麼東西可以吃 其實我們在補助也都看到 你說包括我們來台積電的 藏中魔夫人 也你說 對這方面很生氣 不知道要買什麼來吃 所以現在我們台灣 讓我們消費者 最多會怕陷 但是我們政府 可能沒有出 政策出來 來跟我們說 什麼是一個家裡 當然他跟我們說的家裡 我們大家也不會相信 這是我們現在 住到最困難的地方 因為他過去來看 我們的政府 所說所做的 往往讓我們不信心 像以前 現在我們三四千塊的時候 也一樣 訂一個5.6ppm 那時候 所有的費 衛生素的市長 都會這樣漏台 我們看到 這時候 他可能說兩三月 就擺出來 對健康沒有影響 再來 寫這個東西的學者說 都要吃高劑量 長期吃 才會危害 我是說 他是在說廟室還是說廟室 我們的市長 現在福利部的部長 部長說 那些都動不時間 要注意 外推到人 我說 抱歉 風險 平衡都是用 台東所 都用動不時間 要注意 來玩人 風險 為什麼不能外推到人 孫頂瀟室 你去看他的網站 他說 像我們肉圓 400多ppm 他說 像肉圓 吃30克 每天多吃 都是安全 抱歉 這些量 都比美國環保肅 安全量 還價錢這麼多 像肉圓 我們一邊吃30公克 肉圓一顆可能 一兩百公克 都沒問題 所以我覺得 政府在算安全的 他說的安全 叫我們想的安全 算不一樣 我們也都很沒信心 像現在名分 他說阿鹽沒有 所以是安全 所以你看他現在說要設一個 食品 風險 紅綠燈 他就跟你說 調油盒 調油盒 油 我們粉合的油 像用麵包油 麵包油 麵包油 這算調油 調油 調和油 他說這是安全的 可以吃 這是不是食品安全的事件 這是你標示不實 炸氣的行為 我說拜託 當然炸氣的行為也會造成 我們是變成安全的事件 我們的民眾也會煩惱說 吃這些東西是有影響 因為麵包很毒 麵包的人 世界最重要 尤其中國 他這個一胎化的政策 的時候 是用麵包做避孕藥 所以 有時候就說 那對 不管對父親人 或對我們女兒 影響很大 像這個 世界這些 資料 都有發表出來 這都公開 我們現在用Google去找 也都找到 所以我覺得 民眾 我們要各親人 說現在政府說話 跟寫這些東西 讓我們不信任 這就是民眾 或政府 正在說話 你做混淆視聽 我們跟他說 真正安全的 真正安全的做法 賓國的方式 是怎樣 但是他沒有要聽 他要聽一些說 可以配合他的政策 正在讓我們混淆視聽 讓我們覺得不信心的話 我也覺得這是我們目前最煩惱的 剛才我們主持人說的方向要怎麼去算 其實方向要算一個 學習的定數 當然 其實我們要算我們方向的方向 其實要用人的資料 但是人的資料都欠缺 因為目前 世界上 對我們人 已經造成上海的 流行變化有研究的 法國有品 差不多是50種左右 所以其他的 法國有品的 差不多一兩千種 有很多動物的實驗 所以這兩千種要關鍵 我們要用動物實驗的資料 來做方向賓國 來算方向 當然方向 你算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其實我們還要欠缺很多東西 所以我們就要比較保守 來把方向 高估 希望不可以低估 因為低估做出來的政策 就不一定要保護 我們消費者的健康 但是我們的政府 都不清楚 他都說 這都沒有科學證據 來證明對人體健康造成危害 拜託 我們政府的政策 界定的目的 就是要保護這些東西 不能吃到對人的健康造成危害 所以都在說 說的話 教育要做的政策 都不一定 我覺得很煩惱 我們是要保護 消費者 不能吃到對人的健康造成危害 政府都說 尤其這些 這些有關這種人 這些政務官 都說 沒有科學證據證明 他對人體造成危害 為什麼 塑化街 三肉精 跟毒澱粉的順領CO酸 開始都是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很危險 政府 沒有了解正式是要去做 要讓我們的民眾吃到有信心 這是很可笑的事情 再來的方向 我們要用毒澱粉的時間去算 這個算法 當然 要做 過程的比較複雜 當然一部分要了解說 一般如果每一個 譬如說我們油這個吃多少 我們來算說 油的濃度 殘留量可以多少 這是安全 再來就是說 我們在考慮到 要做 用毒澱粉 我們要怎麼把毒澱粉 用來算人的健康 這個部分是比較複雜 再來可能這方面 我去做 做這個研究 所以往往就是說 有一個人說什麼安全 沒有開始的正義 我們說的安全是 我們開始有辦法算的安全 譬如說在研究一步 曾經有一個 某國立大學 食品科學系的特聘教授 你寫說明粉 關鍵1ppm 一個人可能自己要吃7公斤的油 才會造成傷害 我說 哎唷 錯得離譜 不能這樣黑皮算 基本就不會算 用這個來欺騙我們消費者 這些東西 為什麼這些學者 都會倒數 如果找的 這都是我們 做FDA 市民要有管理所的都委員 還是說這些委員 他先去寫這些東西 我們也覺得很高潮 以上 我是 當然我們都願意吃健康的東西 但是 風險管理裡面 我淘寶的了解 風險管理裡面 我們可能也要去想 其實每個人承擔的風險 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是 那 我們要怎麼去 去計算 了解個人可以承擔什麼 第二點 我覺得更大的問題 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世界 我們現在的生化風險 已經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 不用爸爸媽媽 我們現在的 上班家的爸爸媽媽們 很少 每天去買菜 因為大家都雙薪家庭 所以 我們吃很多 可能某些程度是化合食品 比較多 那這些化合食品 普及的時代 我們對食品添加劑的 觀察 看法 應該是什麼 你要怎麼來處理這些問題 我想 等一下就叫吳老師 我想 董老師問這些問題是真好 其實我也一樣 我也是都 因為我的家庭 在台中 因為我的工作在台北 所以我也是 像我今天 也是剛才去台北 所以我三餐也都在外面吃 外面吃不到我們 沒有一個選項 我們不可能 大家都吃五星級的餐廳 然後方便 我們也是旁邊的米店 或是 擋青菜吃 所以 我們其實在這裡 煩惱這種事情比較適合 所以 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要怎麼來 這些 外食 或是我們這些 傳統市場 或是 這些小吃店 是不是安全 可可 這個東西 就是 比較複雜 因為 一開始 現在我們台灣 食品科學研究所 建議一下 他們都在研究什麼 食品加工科系也很多 他們都在研究什麼 他們就是 要我們研究 加工 和這些食物 用香 拼起來 覺得很好吃 看起來 很新鮮 這樣 讓我們 給我們 消費者 做工 讓我們 可以 這麼想吃 但這些東西 就是 比較麻煩 做 你要讓我們 看起來 吃香 這種東西 我們天氣要順 食物才是 沒什麼味道 味道也沒什麼味道 所以 這都會加 很多加工的添加物 這個東西 其實我們要 説意 因為 在國內的添加物 尤其是 某些人 都會了解 這些添加物 有什麼 有害不及 這麼難關鍵 這麼難關鍵 尤其我們小製店 欠款 做好關鍵的解鎖 當然 在台南生產的加工廠 這點就是 比較有機會去關鍵 當然 現在就是說 台灣 什麼的食品安全 其實我現在都說 台灣有很好的食品科技的人材 用食品加工 要怎麼開發新的食品出來 這都有很好的人材 也有很好的食品分析的人材 因為我們在化學 化學 只要是台灣的化學 都很進步 都很新的 可以做很好的食品 有害物質的分析 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 他叫做食品安全 這個人 台灣很欠款 什麼叫做安全 比如說 在國際上 我們 我們在美國的食品藥物管理局 還是在美國環保室 都有這麼多動物學家 來做 來看 就是說 國中的化學 化學 有什麼影響 沒有 但我們 在台灣 都沒有辦法 其實 我們這些 在食品藥物管理室 做食品 關鍵的人 多數 來助我們食品科 做學的分析出來 學生 當然他們這些人材 都很高級 他們這些人都 食術 我們這些官員 都是不錯 很好的人材 但是 如果他們去做食品 做食品的人材 真的很好 但是要叫做食品安全 其實比較困難 因為不知道什麼叫做安全 比如說 現在政府說 要用什麼 食品紅、綠燈 紅燈、綠燈 要怎麼去定義 什麼叫做安全 他們也不知道 所以這是給我們 做無信心的地方 當然 這是國際的條例 就是說食品的加工化 新的食品的產生 食品加工技術的進步 食品多萬化 這些東西 所長的風險 當然越來越高 所以要嚴格的關節和拼勾 嚴格的關節就是說 我們要做風險管理 拼勾就要 針對科學生的拼勾 怎麼 有什麼科學生氣 我們來拼勾 我們剛才有強調過 我們的風險不可以抵估 我們要高估 高估之後 我們做風險管理 我們要保護 一個人 一般國際上 一個標準的 定一個標準 這個標準的 適用多數的人 他沒有保護百分之百的人 你保護百分之百 要保護百分之百 所有的人 付出的身份太高 在風險管理的時候 他要考慮到身份的 技術 各方面的影響 他除了考慮健康 當然食品來說 多數以健康為主 譬如我們的食品 做衛星管理法 第一條 他就說 我們食品衛星管理的目的 就是要遭到食品的安全和品質 在美國也是怎樣 安全和品質 為何食品的安全和品質 所有的品質 除了說他的品質要好 再來他的量要有夠 當然安全最重要 你量有夠 品質好 要吃好 讓人家吃得不好 這個東西安全 其實是最重要 所以在食品方面 其實跟環保有任務的管理 沒有什麼樣的 食品安全的管理 還是安全為主 雖然我們的考慮說 在國中的食品有錢之下 或是量有錢之下 我們不能說 控制得很嚴重 嚴重到說 大家沒飯吃 或是沒什麼食品吃 不行 但是在這個量和質 可以有夠以後 或是說品質不錯以後 我們最重要的目標是安全 就是說讓人吃得不好 這個東西是先進的條件 所以沒辦法改變 那風險管理呢 其實尖對多數的人 一般所有的多數的人 是百分之九十五左右 百分之九十五 我們在統計上 會出百分之九十五的 風險的上限 就是說來高估風險 來克力民眾 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吃了沒辦法 這個情形是我們設定 標準的目標 當然就是說 選擇百分之九十五 這是在國中有情人 就是說選擇百分之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 rog encant 每個人的經濟發動 或是泳澡 查到達到項目的 或是選擇 好 性質 怎麼做成 learning 這個ory 每一個國家都有精ổ的 就是說我賣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這可能 尚文要很大 最后可能沒有太多人吃 這是我們面對 我們的現實的情形是這樣 所以以關於來說 最少要百分之九十五 所以我們在做風險平國 我們會算 做所謂百分之九十五的風險是多少 用這個風險來看 來做一個切割 讓他們未來做關係 做參考這樣 生活方式就是 如果要吃東西 要選什麼 盡量他田園為主 所以譬如說外面 或是市民上買到一些固執 如果幾罐正好 我是覺得 我們不是固執不吃 你說我固執的選項 我選水果 我不會選固執 這樣啦 這是沒辦法 當然像我在台北上班 我們家人沒有每三餐煮給我吃 我們就盡量吃甜點 吃米 吃飯 還是做水餃 訂車 比較沒有加工的東西 加工的過程 開始 有時候要讓香 可以放更久 因為 這將本求利 我們自己做生意 也會說 今天放不完 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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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翻起來 這些麻煩還可以用燙 還可以買 我們就比較不了解 不然你如果這個情形 是不是可以 一些生意的人 就想說 要放錢 不然可以放更久 就可以加一些豐富 這些什麼都會來 所以 我們在宿客 現做的事最好 就是現做的 更天然的事物 來選到 這樣可能對我們人的健康 比較有補充 好 老師 我想 很多人有一個疑問 譬如說 政府最近都在公家 包括一些 老師 度假工的食品科學家 說 加這個也沒關係 吃這個也沒關係 說我孫生 孫生酸酸 這些都沒關係 重點是 很多人有一個疑問 我們對風險的概念 來看 為什麼 一些東西過去 不應該加進去 還是說沒有加進去 現在可以加進去 到底 加這些東西 因為我們剛才也說外食 有些是不得已 食品加工和保存期 也是不得已 但是 這個不得已的 背後 到底它的真正理由是什麼 因為 加這些有的沒有的 到底它的意義是什麼 對 因為對風險來說 大家就覺得 我為什麼要吃這些東西 當然 風險的關節 我們當然是 越高越好 現實上 我們實在是 真怕他聽到說風險 有些人說 這個風險 我們這樣吃 有什麼害怕嗎 這是屬性 再來就是說 其實我們拿來 其實我們 我們人是由 有細胞來造成的 我們人的細胞 細胞也有代謝 代謝也會刪成一些 優惰的不足 所以這是現實 就是說 在國際上 普遍 因為就是說 在國際的資料 就是說 有一些負責 他不會帶人 他不會產生 基因的突變 這些東西 其實有一個安全的利用在那裡 所以你如果 可以吃到這個安全的利用之下 其實對我們人的身體 是沒有辦法 可以這樣說 這是國際上 包括國際衛生組織 他們是這樣普遍接受 當然你如果核責物質 就要社會 就是說要怎麼看 看核責物質 要怎麼來關節 最重要就是說 有一些物質 就是說 它其實會造成 基因的突變 這種東西 世界上會關節得很嚴 關節得很嚴 其他的 都可以穩存 有一個安全的量存在 這是國際上 你做風險民國 基本的價值 當然慢慢慢慢 都會看核責物質 來調整 所以這個東西 你如果說風險館 的 WHO 就在國際衛生組織 他大概十年 甚至五年 他會在世界 集會這個 獨立學家的會議 請人來經理 就是說來看病毒 每一個物質 到底 它是怎麼讓我們人的對面 這個物質 是不是有安全的量 這是國際上這樣做 所以我們在台灣 我們來經營 國際社會 我們是 沒辦法拚命說 要來專修這些 做法 但是呢 在這個做法 我們的政府 這是一個做法以外 我們經濟 要經過我們的 憲良的科學政府 來率明 想要我們 這樣 這樣做 但是這個科學 就是說因為這樣 結果 民眾會懷疑 所以這個病毒 要完全透明公開 讓民眾了解 這個叫做風險溝通 政府在國際上做以前 要來跟我們的民眾討論 說 我們現在這個法有品 有這些性質在這裡 還有這種 比如說 有些東西 有一個安全量 所以我們要去 算這個安全量 這很重要 有安全量 我們可以接受 想到我們要經過 科學的政治 來算這個安全量一對 但是目前我們的政府 其實在台灣 很少人可以玩這個 可以玩這個 我知道目前在台灣 加這個飾驗室 我都算而已 不好意思 那就是我們飾驗室 這樣啦 在台灣目前 算 國際上有很多 接受的 我想 可能加我們飾驗室 做目前 其他 像現在 做TFDA 因為 我們比較不會去 主動配合的進行 所以 它這個東西比較不會去 千萬算 所以 它算是很奇怪的 算法 它都不敢公開 其實 過去 由我做 效果 方向蘋果 我就會覺得 應該首先 要來 開一些 做討論 讓民眾了解 我們這是怎麼在算 這個算 我們用 目前最好的科學 的正義 來算 來做加算 不是 憑空 這樣 黑白省 其實不行 目前台灣這方面的人材 這麼缺 所以 我一直覺得台灣 是 食品安全的人材 我們不缺 食品科技 食品工 食品分析 這些人材都不缺 但是就是缺 食品安全的人材 目前這方面 真的台灣這麼缺 好 老師 我想 其實我們說這麼多 其實最重要的觀點 就是老師剛才一直都提到 就說 其實很多東西 要從源頭開始 很多東西 也是說 政府要有一個制度 比如說我們說 什麼東西可以加 不可以加 其實這也是要有政府制度的管理 我說一個錯誤 我說 差不多2、3年前 我們有時間 米粉不夠 澱粉進口量出問題 我就剛才去了麵粉工會理事長 他跟我說 他不是沒有淨口 他們是他們淨口禮拜後 政府醫器換新的 我跟他說淨口這堆米粉裡面 有一些新的東西出現 因為我們法令規定 就說 新的東西如果不下 就不能出現 所以要退貨 美國方面說 我是按照你過期的標準 所以我出口沒問題 是你們自己儀器 自己變靈敏 這重點就在這裡 後來他們要求 食品衛生管理局說 那修改 那個 就是安全劑量什麼的 他說不行 一個人一天可以吃多少毒 那是政府有規定的 所以 我如果把你這個 把你加進去 把所有東西都要減 我想 這種管理的 方向的概念 到底 和政府的機制 上面 是不是說 我們應該有一個 比較好的做法 好 我想 我一定建議說 這個制度 一定要建立 其實 我們 他要成立這個 所謂食品 藥物管理署 還是管理教育 我其實 比較 有不同的意見 因為我們不能跟 都學美國 因為美國 有美國的背景 跟他們人材這麼多 但是我們 為了要做好 人家又設立這麼多 像在克林頓 美國政總統 克林頓的高雄 小岩城 還有一個很大的 獨立研究所 可以做風險兵國 他FDA集合 很多研究的單位 幫助他們做決策 但是台灣的 其實都沒有 其實都沒有 所以想起這個 我其實很煩惱 我們其實 可以來看 就是說 學日本 像中國 歐盟的做法 這是比較 比較符合我們台灣的現狀 就是說你要 這個動物的量 或是我們法學院的量 餐料量 要定 像日本 在蕭蕭蕭 因為蕭蕭蕭的發生 讓民眾 對他牛肉都不敢吃 所以 牛肉的銷售量 大家減一半 像日本政府 為了 要邁救消費者 對他們牛肉的信心 他們建立一個 內政部 或是部會層級的 一個叫做 食品安全 平國委員會 這個委員等於是部長 這個東西 層級寫在這裡 就是說 他要堅持 獨立 可以用科學經營 來平國 可以跟這些東西 充分跟民眾 來溝通 讓民眾了解 這些資本 可以透明 平國之後 交給他 做衛生福利保的人 來執行 就是說 其實 我覺得應該要這樣 我們 什麼安全 可以讓民眾了解 這些資本 可以透明 我們經過最好的科學經營來建 來平國說 它是不是安全 然後 交給我們 食品有沒有管理室 來進行管理 這樣可能是比較 透明的做法 因為現在這個 經過我們現在 六月 今年六月十九 修訂的 食品 衛生管理法 在第四條裡面 就是說 我們的食品 有沒有管理室 可以來做一個 叫做風險 民國諸份 諮詢會議 這些東西 都完全是 行政黨來諸得 所以後來 這組合就是說 這個風險 民國委員會 其實要為我們的政府 去背書 這民眾都會生贏 因為 因為過去 為五年 為三、四、七年到一年 你就發現說 這些東西 都被政府的 政府去背書而已 其實 讓民眾愈困惑 愈無信心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 其實我們要這樣做 政府應該來設立一個 獨立 成績館 可以祝福公開 可以祝福給我們民眾 做溝通的一個 單位 叫做食品安全 民國委員會 其實 中國 中國 在 已經設立 在三、七、七、七年後 你看 我們對 這些 食品 違法添加 這些廠商 你看我們 現在 基本上 相對 那一份 頭监是青山 中國政府 嚴鍵 不知 然後 他將成立一個 食品安全 民國委員會 當然 他不是生產的成績 他是在 那個衛生報的成績 還是 獨立出 他們的食品安全 有管理署 所以 這個甲曉 他們可以 獨立 民國 成績算管 在台灣沒有 在台灣就覺得說 他們在他們的食品 有關於數據 他們可以來操縱 來騙委員 這樣才可以配合他們的政策 這樣是真的不好 所以中國生日這個 食品安全賓國議員 已經只有騙200人做賓國 所以這樣我們看起來 是比中國更浪漫 其實都是歐盟 歐盟就是 他就是因為需要 所以他成立一個食品安全賓國 專制的機構叫EFSA 這些東西國際都引動 所以我覺得 我們的政府要去檢討 怎麼做可以讓我們民眾有信心 所以我是極力建議政府 應該成立一個食品安全賓國委員會 這個東西層級要管 要可以透明公開 客觀來做 主動來做 我們在前面有一些資料出來的 發言說 我們這個食品可能潛在風險更高 我們就趕快來來依奉它 不可以這樣 我們檢查過 一、兩年後要來補發 這樣做完都好結帳 兩、三年沒聽到 我們對南京供應責心之大的風險 好 今天很感謝吳教授 來接受我們台灣環保聯盟的 環境最前線 永續台灣最前線的彩虹 我想這些問題 應該是人類成全最重要的問題 民意實為天 中國古早就這樣說 對台灣吃火 今天來說 我們為什麼會有食品風險 德杜佳老師說 包括我們的生活風險 和改變 包括很多食品加工業者 跟食品科系 他們只做到研發 他們的食品加工產品 怎麼轉變 不然去做到 其實日常生活裡面 這些獨處的積累的狀況 所以對風險的觀點來看 我們就很清楚了 其實單就某一個東西 在一天之內 好像沒有什麼事情 可是長期積累 這個才是風險的概念 所以我們不能單跟說 像吳老師剛才說的 不能單跟事情發生 有人破壞了 我們要去做調查 說原來這件事是不好的 所以要怎樣 我們應該是屬先 有一些防禦的機制 這些屬先的防禦機制 其實就是剛才吳老師說的 我們的建戶 應該要負起很大的責任 也要成立一個 中央部會層級的單位 將所有的資訊公開 不是現在事情發生了 要在這裡學會 學會聽說 甚至找一些教學來報書 我想很多人 很相信專家 但是我們可能也要了解 一句很重要的話 Einstein就說 專家只是 Better Training Dog 所以我們應該要有 更多的了解 這個了解來自於 我們對我們吃的東西的重視 來自於政府對我們人民的生活的重視 沒有這些東西 其實坦白說 我們不可能有一個安全的食品 取得的過程 所以再一次感謝吳老師 也感謝大家 我希望吳老師的建議 可以有很多看完 可以聽到 願意認真意實現 最好請吳老師說幾句話 感謝各位觀眾 希望大家的未來 越吃越可以越健康 以上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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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